欢迎来到忽软忽硬电台 好久没有录电台了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来了嘛 我自己是没有得新冠 但是呢每天要做核酸 核酸要排队 每天呢要花两个小时吧 有时候花三个小时 去排队做核酸 本来我如果有 每天有两三个小时的话 我就可以录电台嘛 现在你每天都是在 排队做核酸 所以呢我就把整个时间 无怨无悔的 贡献给了做核酸 结果呢现在 总有不做核酸了 然后就开始做电台 突然就觉得 没什么头绪了 做了一个月和山 没什么头绪了 所以呢这一期就讲一讲 俄罗斯吧 一起见证一下 俄罗斯帝国是怎么倒下的 不最近就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嘛 这是一个 非常让中国人 就割袍断意的话题嘛 就是我给你断交了 毕竟因为俄罗斯的普京 在中国的名声就是 非常大 大家都喜欢这个普京 很多人都喜欢普京 一说俄罗斯就清颠嘛 现在这个战争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了 我就来梳理一下这场不对称战争 不管是关注我朋友圈的 还是关注我网站的 我自始至终都是支持俄罗斯 支持乌克兰的 我没有支持俄罗斯 但战争打响的第二天 我就说乌克兰肯定会取胜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我猜的 其实不是 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 本来就想学着 1968年这个苏联入侵 杰克斯洛伐克那个打法 采取的打法就是说呢 我空降 空降到他的首度 然后就是中心开花嘛 中心开花的打法 然后打基辅的时候啊 空降兵就没有开花 直接被人打成了靶子 运输机啊被干下来好几架 这说明什么 就俄罗斯这个乌克兰早就有准备了 就等着你过来这个来机场 然后我把你打成筛子 战争打到第四天的时候 实际上俄罗斯就已经差不多打崩溃了 因为他就想打两天 这个准备什么都不行 就根本打不动了 就直接上网站 说我要动用核武器 但国内的评价 肯定大家就知道 上核吧 打得太揪心了 就上核武器算了 因为国内的评价 一扁倒是支持俄罗斯 也许就是你不是吃俄罗斯的 可能不给你显示出来 但整个大V什么都是在支持俄罗斯 就说赶紧上核弹吧 不是上核酸 结果呢 你一说用核武器的话 大家害不害怕 实际上是比较害怕的 然后这个法国也好 还是英国也好 就直接把这个核弹头 然后拉出来去溜了一圈 但用意也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你有核弹 咱们有核弹 谁也不要吓唬谁 我们都知道 美国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 就是幕后人吧 也是实际上他的出力是最多的 就是美国和英国是最给力的 就其他的国家都是慢慢给力的 现在越来越给力了 就美国不但提供了情报 而且是 他是第一时间就关闭了 对俄罗斯的领控 就是说呢 俄罗斯所有的战机 你不要来美国 这样的话 你就属于什么 上方抽屉嘛 因为大家都关闭了 直接关闭了 就是说你打起来 好吧 我也不参赞 但是呢 我不给你对话 就是说你飞机也来不了 你什么那个外交部长是吧 我也不跟你谈 就直接关闭了任何对话的可能 俄罗斯你说这个普京呢 怎么办 因为普京谈判的话 他肯定没有办法跟泽连斯基谈 现在他也没有 没有跟泽连斯基谈 为什么呢 他看不上泽连斯基嘛 一个独裁者 我这么厉害 什么世界第二 我为什么给你这个小小不点谈 就这个样子 于是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 就一度陷入了僵局 大家都在谈 就谈判像谈天嘛 就慢慢来呗 当时我还没有天天做核算 我就在网站上 就是发这些东西 然后在朋友圈里拉黑人 因为在中国俄罗斯的 这个普京的粉丝 实在太多了 你一问就是 就是普京的粉丝 他们就是无法接受的是 俄罗斯今天那么弱 实际上 实际上俄罗斯再弱的话 他也是俄罗斯这个阵营中的天花板 他真的是天花板了 就是天花板也就是这么个水平 俄罗斯说实在经常打仗 还打赢了很多 但是一到这个程度 就是要跟美国打 跟西方那些国家打 就这么个情况 俄罗斯无论是战术上 还是战略上 都是一战二战那个样子嘛 再加上又上去了一个二人转 是吧 然后梅杰列夫和这个普京两个人 二人转了20年 然后还给了俄罗斯一个强大的苏联 于是呢 这个俄罗斯开着强大的 这个陆军嘛 开着坦克就去乌克兰了 然后碰上的是什么 人家不给你坦克大会战 就是碰上了现代化打法 乌克兰都是那种小规模的战斗主 比如说你来个20辆坦克 他们可能想着 碾平你是吧 结果人家乌克兰这边没有 就两三个人 两三个人拿着小规模的 这个就是肩扛式的这个标枪 反坦克导弹 你一会40辆坦克过来 跑一跑没油的10辆是吧 然后那那个 一个标枪就一个反坦克导弹 就可以了 就直接把你坦克搞没了最后 再加上这个俄罗斯后勤就太拉垮了 因为坦克跑着跑着没有了 这个乌克兰的农民就开着拖拉机 就把这些坦克给拉走了嘛 所以现在他这个装甲车也不行 就是飞机呢也不行 然后再说一下美国 因为国内媒体不就是说 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怪美国 为什么 美国逼着俄罗斯打乌克兰 你想想这还有这种事情 那你说你人家一逼你 一引用你你就上钩 你不就是个傻逼吗 就不人家让你打你打 那不就是傻子吗 但是不过话说回来 美国肯定是准备好的 如果大家关注这场战争的话 你就会发现美国说 我要提供什么武器了 然后第二天你会发现 他就在战场上出现了 这说明什么 他这个武器他已经送过去了 只是你要使用的时候 他就提前说一下 我要提供这个东西 就这样这说明美国肯定是提前准备好的 并且前几天吧 美国那个国防部长 不是奥斯汀吗 也不能说他傻逼 可能就是人家军人嘛 心之口快说 美国我们美国就是要把俄罗斯打垮 这个话一说的话 美国的外交部不是带了 就出来兜急嘛 说还没这回事 就是奥斯汀的表述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呢 我们不想打垮俄罗斯 我们就是希望世界和平 就这样子 还有拜登嘛 拜登不是有一次采访 然后记者就问他 你认为普京是屠夫吗 他刚开始回答 不不不 我不认为他是屠夫 然后他就这样走嘛 走了一圈 大概十秒钟这个样子 然后他就指着 他又突然转身回来 然后他问那个记者说 你刚才问我什么问题 那个记者就说 你认为普京是这个屠夫吗 他非常坚定的回答 对了 我认为普京就是个屠夫 然后美国外交部一看 我靠 知道他妈又是什么 然后美国外交部又出来 就是说把画像回兜一下 就不管怎么说 就是说 你不要 你不要逼着这个俄罗斯 整整用核武器 反正就说呢 没这回事 就普京说的 跟美国说的 不一定一样 是不是 你也不要这样想 但是心里肯定就是这样做 但是我们口头上不这样说 但除了美国的话 英国的帮助也是比较大嘛 比如说这个约翰逊 约翰逊直接就是 他就访问乌克兰了嘛 然后就提供了一些武器 还有这些国家中 你觉得哪些国家是比较恶心人的 肯定有些国家或者领导人 是表现是比较恶心人的 我认为第一大恶心人的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这个家伙就是个小丑 他被这个普京啊 一二再再二三了骗 就成了 你去看他 他被普京接见一致 普京骗了一下 他回来在这里 妈妈美国妈妈什么的 然后发现 妈的普京骗了他 然后过几天他又去 又说我们有人道主义 主义走廊 结果他 又没有开人道主义走廊 结果他真的很傻 人不能这么傻 你其实还是非常让人无语的 不是最近他又当选了吗 然后普京又给他发去了贺电 不知道这个马克龙 有没有那种吃屎的感觉 是吧 第一个发贺电来的是这普京 普京是个傻样子 另外就是以色列了 以色列也是个流氓是吧 非常流氓 真的就不说了 其实最有趣的国家是德国 德国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拉胯的 因为他 什么制裁啊 包括那个什么欧元美元 什么制裁 又什么制裁 那个 什么swift的制裁 不都是他吗 他最拉 然后搞得大家都很崩溃嘛 一看妈的又是德国 德国就是 资源也不行 什么也不行 俄罗斯就是提供了德国大部分的能源嘛 这个德国就不太不太敢向前冲嘛 你向前冲 你你你的整个能源 然后被人握在手里 只好表现得非常非常软弱 民调刚开始的也是如此嘛 就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德国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说 要军事援助乌克兰 但现在民调已经有55%了 结果这两天 德国就开始给这个乌克兰送这个重武器了 什么坦克也送 战斗机也送 最近也这两天 然后就开始送了 刚开始的时候不送了 还有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关注过 德国举行过就是支持普京的游行 这个你想象不到吧 因为在民主国家 基本上西方国家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德国确实出现了一批 就是支持普京的 然后这个汽车 他们开的这个汽车 然后就游行 支持普京的 现在当然了 这个德国已经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就是说 在年底 就是现在突然断油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石油是这个样子 石油这种东西 你不是其他的制裁 你石油你也制裁你自己嘛 你就是没有一个 叫什么 没有一个抓手是吧 用互联网这种装逼的方法 就是也没有一个抓手 你卖东西 你制裁别人的同时 你也在制裁自己 它不是其他的 那么高科技芯片啊 还强一点 但是俄罗斯又没有其他的 就是能源多 然后 你一不卖石油 你这个钱马上就没有 是不是 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吧 你就是靠能源来做 结果呢 你制裁它 你就是用能源 因此你是互相伤害嘛 这个是互相伤害 你如果有其他方式制裁的话 肯定要很好 所以呢 俄罗斯就是用能源制裁的话 还真的是比较烂 最近 前几天啊 也是前几天 我忘记哪一天了 那个德国也被迫这个样子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 然后深入到俄罗斯境内100多公里的地方 就把油管给你炸了 德国敢反抗嘛 也不敢反抗 那个油管就是输送到德国 你这个油管一炸 或者天然气这个管道一炸 你肯定有受影响嘛 你有可能 如果我猜的话 最有可能是谁去炸 可能是乌克兰去炸 就是说让你买 我就先给你炸了 就这个样子 我也瞎猜猜 自由 德力最多的肯定就是 乌克兰啊 就就就这个样子 现在当然德国已经改变了 油也被炸了一管子是吧 然后现在坦克呀 战斗机呀也开始送 就说起战斗机 前段时间中国 国内吧 国内一直在嘲笑 就是波兰 波兰跟美国好 波兰美国乌克兰 曾经上演了一场戏 就是那美国说 你把这个米格战机 16架还是多少 就是说你送这16架 米格战机 让波兰送这16架 米格战机给乌克兰 然后呢 美国会送相同数量的F16 给波兰 是F16要好一点 其实米格战机 波兰说 我怎么不敢呀 是不是就不敢 但是 波兰就把这个战机 准备了一下 说我可以送给你 然后开到了那个 哪里 开到了这个 德国的机场 不是德国有这个 美国驻军吗 然后 送到那个地方 美国就说 你这也太荒谬了 说你 你让 那我怎么办 你送给我 难道我要再送给这个 乌克兰吗 是吧 那肯定也不行 然后就想想 那不送了 然后这件事情 媒体上就很多嘲讽他嘛 就说你都波兰 还是没有种 美国也没种 就不敢跟俄罗斯干 然后俄罗斯也是这个样子 从俄罗斯一看 你这个太弱了 是吧 送过飞机都为我下的 什么肯定心里很爽 但实际上同期呢 美国还让保加利亚送了什么 送飞机零件给乌克兰 可能大家认为啊 你送飞机零件 就是比如说罗斯丁啊 或者是发动机 或者是轮子什么的 保加利亚送飞机零件 然后波兰送飞机 媒体会关注哪个 肯定是关注这个 波兰送飞机嘛 你整架飞机过去 你保加利亚送这个飞机零件 大家也不会关注嘛 一个送飞机 一个送飞机零件 谁会关注嘛 所以呢 大家都在关注波兰 这个保加利亚就闷声 闷声送飞机零件 波兰飞机没送成 但是保加利亚的飞机零件 送了一锥 我们可能认为的零件 就是罗斯丁尔方舍 发动机这个样子 但是人家保加利亚的零件 就是从飞机上 拧下一个轮子来 或者卸掉两个翅膀 然后去一组装就上天 就这样 然后保加利亚 实际上是送了很多飞机过去 这几天嘛 这几天 然后俄罗斯可能突然回过未来了 就说 哇操 我要给你什么保加利亚断能源 他就是有这个能源 其实人家保加利亚 是你断个 断个鸡巴毛啊 因为保加利亚 我整个国家有不大 又给了我这么多时间 因此呢 他用黑海 黑海啊 用船运这个天然气 还有用这个石油 就能搞定 就保加利亚本身国家不大嘛 就是你爱断不断 然后他又想 被谁坑了 被这个波兰坑嘛 就是坑了这一个多月 波兰的气候部长也说 我在断你这个能源 波兰的气候部长 叫什么 安娜 安娜莫斯科 然后说断就断 是不是 然后还有旁边 俄罗斯就开始进行了 各种各样威胁人的模式嘛 就是又开始威胁芬兰 芬兰总理就是很漂亮的 那个1985年出生的大美女嘛 叫桑纳玛尼 她的回答是最犀利的 因为 芬兰实际上对俄罗斯 是有心理优势的 为什么 因为苏芬战争的时候 也叫冬季战争 就是芬兰把俄罗斯打惨了 打死了20多万这个 苏联士兵 然后他好像只死了1万多不到2万 就是1比10的战绩吧 就这样 或者是更多一点 就这个这个总理就是什么 你就放马过来 你不要威胁 就过来打 芬兰的地下几米处 还埋藏着 20万俄罗斯 就是你们的祖先 欢迎你来陪你们的祖先 就不怕 你来打就打 这样结果 这个普京呢 威胁了一圈之后 就没有人怕他 他不是第四天 他就拿出了核武器吗 然后大点不怕他 他威胁了一圈 发现妈真的没人怕 他又拿出核武器 我要炸地球 这次他就说了 就是我 我就炸地球吧 结果那个美国就说了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阻止 没有办法阻止 俄罗斯的核武器 我们没有办法拦截掉 所有 因为你要 你要核威胁嘛 所以呢 我们要对中部署在 乌克兰 乌克兰周边 然后确保你的核武器 不能全部正确的发射 但是呢 我们也一定要确保 美国的核弹 一定首先爆炸在 俄罗斯的土地上 所以呢 他就威胁了一圈之后 美国也威胁了 美国说我们这里 要部署 因为你已经威胁了 我不署核情核灵 然后普京就 没有没有在 他又开始威胁 他又开始威胁日本嘛 日本就说 日本不是 你要知道 日本肯定是在美国这边嘛 美国 日本还一直想看着 北方四岛嘛 就是俄罗斯占了 他的那个四个岛 当然 俄罗斯肯定不给他 然后日本就一定要拿回来 就现在就这样 结果呢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翻了 他跟日本 他威胁日本 日本也不怕他 说要打就来打 是吧 然后土耳其也不怕他 因为土耳其曾经 跟俄罗斯打过一仗 然后 但中国媒体会说 哎呦 俄罗斯好像赢了 时间没有 人家土耳其吧 所有好的油田 都拿过去了 所以 埃尔多安也不鸟 俄罗斯 然后呢 波兰呢 又开始要这个 加里宁格勒 那个地方 就是 加里宁格勒 非常重要 就是他 大家去看看地图 我也是看地图看到的 反正波兰呢 那意思是我 他妈这次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拿回来 其实核威 核威胁这种事啊 就是个砖头嘛 你就是个石头 你站在墙上 你拿着个石头 你不扔下来 大家都不怕 大家都害怕 你如果三番五次了 说我又扔石头了 我也扔石头了 结果墙下的人 就慢慢不害怕了 就是你他妈说 是不是 你不扔 就不是男人 是吧 最后大家都不怕了 别人还起哄 你赶紧扔赶紧扔 为什么 这场战争 看起来就俄罗斯非常拉胯 我觉得对主要的原因 并不是俄罗斯人不好 而是这独裁者的问题吗 还是普京大帝的问题 独裁者 他自己下举巴搞了 多少年 二十年是吧 周围 你现在你搞二十年的话 你周围是不是都是亲信啊 周围一堆码批银 就普京贪污 你看普京有游艇 多好 老婆多好 都放在瑞士是吧 他敢贪污一万的话 他周围的小弟 一看我大哥贪污了一万 我们小弟这么多 给贪污十万 不成问题吧 你这个小弟 还有小弟 小弟人更多 就觉得你这个 是不是大头 我们人多呀 你贪污一百万 肯定是没问题 所以普京当时说 你给我二十年 我给你一个强大的 俄罗斯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说 我给你一个强大的 俄罗斯海军 实际上也多到了 只是海军并不是说是 这种莫斯科 这种主力战舰 而是什么 而是这种游艇嘛 哎呀 这些人买了很多的游艇 这独裁者 没有办法 他周围全世界马 毕竟老大潭 下面凯令潭 这期的题目 就是我一起 我写的是一起见证 俄罗斯帝国是怎么倒下的 那肯定会有人 就是特别喜欢俄罗斯的人 说那你别吹牛逼 那肯定帝国会倒下 那什么时候倒下 但我也不是算命的 我觉得 你如果五十年倒下 那有没有意义 你十年倒下 有没有意义 我觉得肯定用不了这么久 五年之内 我愿意相信是五年之内 就是说肯定比十年 二十年 五年要快得多的一个时间 比如三年五年 因为拜登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我实在太老了 我要完成我的使命 我觉得他的使命 就应该是 就推进美式民主 然后把俄罗斯干掉 这样 当然了 我也没拜登的电话 是吧 也不能确信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普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他自己知不知道 他这个表现很大 我觉得他是不知道 因为独裁者的正常表现 他最终都是一些马屁鸡 说哎呦大弟你太牛逼了 最终他肯定听到的是这个 就跟原始恺似 最近最终肯定都是点赞的 哦你这真好 正常表现 对正常人来说 他可能已经疯了 但是对他自己来说 很正常 比如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秘书长 他不是要去俄罗斯 去俄罗斯要调停 人家联合国秘书长 你肯定要调停一下 都打了这么大仗 你要不要调停一下 所以那个古特雷斯 他就去调停 你说调停能成功吗 肯定不成功 我们也知道 你这个肯定不成功 但你要不要叫 见一下人家 就来客人 你要不要见一下人家 普京不见 就这样 我不见 就是你算给毛 我就不见你 所以呢 古特雷斯过来的话 他根本就不见 人家搞调停了 是不是我要调停了 先来你俄罗斯 算是给你个面子 你人家还是不是 要去一下乌克兰 因为调停两方调停嘛 结果人家古特雷斯 一下飞机 你他妈就用导弹 去轰人家吉辅 这种操作就是 非常愚蠢 我认为非常愚蠢 就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但中国可能说 哎呦霸气 哎呀真霸气 这非常蠢 真的非常蠢 当然这也是普京的日常操作 他经常故意迟到 以前的 这次他是直接不见 他迟到最多的就是默克尔 可能夹起来好几天 两个人见面的话 就是因为德国是有求 有俄罗斯嘛 就是因为我要买你的能源 他最多可能 就迟到四个小时 再加上默克尔 这个人还非常非常害怕狗 他就牵一只狗过去 见面的时候牵一只狗过去 然后就吓唬别人 都开始就为所欲为嘛 按照不少人 还是这样 你看你害怕狗 我又迟到四个小时 然后我又牵一只狗过去 是不是霸气 但我觉得非常不专重的 这纯粹是傲逼 最近这个比较傲逼的 就是古特雷斯来俄罗斯 就是说 你不见就算了 结果人家去基辅 你又拿导弹轰人家附近 这非常蠢 但现在美国政府也放话了 因为最近啊 就是在媒体上先炒作 就是说呢 俄罗斯的科学家 这个签证啊 你只要是科学家 有没有雇主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你人先来美国工作慢慢走 第二个措施就是 俄罗斯不是有很多公务员吗 说实在的 那个俄罗斯的大官也好 还是富豪也好 他们也知道美国好 因此呢 他有很多的钱是放在美国的 你有这个制裁手段 因此现在美国政府要强征什么 俄罗斯在美国的资产 就是你是个富豪 是不是就把你的资产给要走 这两个措施嘛 就是应该在不远的将来就能实施 美国经常这样操作 就是你是科学家还是好的 就他要你科学家 先放风哈 然后让百姓有个预期 也让你这个俄罗斯的科学家 赶紧赶紧把 钱证搞好 是不是 然后贪官们也有个准备嘛 就是我准备收你东西了 你赶紧呢 想个帮忙 是吧 别别以为我突然收 然后科学家也是这样 你赶紧来 是不是 结果这样就会把俄罗斯完全抽空嘛 就是好人全到那里 坏人了 你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了 接下来来看的话 我们就看看乌克兰怎么操作 目前来说 乌克兰做的还是不错的吧 俄罗斯黑海舰队有个旗舰 不是叫莫斯科号吗 这几天 乌克兰前几天 好几天了 一周了 一直做合算 真的捅到我喉咙很疼 捅到喉咙疼 心情就不爽 回来一点也不想露电 所以有时候我就光看看新闻 也不露 我也忘记几天了 肯定是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 俄罗斯黑海舰队 有一个旗舰叫做莫斯科号 然后乌克兰就说 我两枚火箭弹 大家知道两枚火箭弹 就是那种不准的 就打到哪 像我们这种 二脚踢穿天猴这种 你打到哪上哪 他是说 我有两枚火箭弹 然后直接 导弹都没用上 直接命中了这个 黑海舰队的旗舰 莫斯科号 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莫斯科号 大家知道是谁造的 乌克兰造的 对 在乌克兰的船厂造的 乌克兰肯定知道 图子肯定知道 他给他造的 知道吗 以前关系还很好 这件事情可逗了 你如果越仔细的了解 你就发现越逗 这个乌克兰估计 就是要羞辱一下俄罗斯 就说 我把莫斯科号击中了 俄罗斯肯定觉得很羞辱 就马上出来辟 说我认俄罗斯好好的 你看黑海舰队旗舰 不可能为你火箭弹 击中 怎么可能呢 隔了一天 这个记者 他们要开这个新闻发布会 这记者拿着一张 着火的那个视频 就又来恶意提问了 说你看这是不是 你们俄罗斯号 着着火呢 俄罗斯外交发言人 就叽叽歪说一嘴 这很容易 谁的战舰不起火 我们有这个损管 就是说你损坏了 我们可能马上管理 这有点问题 问题不大 结果又隔了一天 莫斯科好惨人了 你知道吗 就直接沉底了 成隐形的了 唯一拿得出来的一艘战舰 黑海舰队啊 就这样沉了 没了 所以呢 这个俄罗斯外交部的脸皮 也是厚 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 说我们这个 是并不是他火箭弹打的 而是我们怎么样 哎呀 这个士兵操作不当 海军操作不当 引起了火灾 相当于把船开成了 哎呀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宁可说是火箭弹打的 我也不说是我自己开成的 你是不是 不自己开成的 更蠢是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开车 开航母开翻了 是不是更蠢 他这个就相当于航母了 莫斯科相当大的一艘船 你开这么大的船 开翻了 哎呀 非常蠢 但是他不要脸 也没办法 这几天呢 就是俄罗斯境内嘛 然后到处着火 前面前面我不是说过 那个水油管道被炸了 然后 还有哪里 马里乌波 还有一个事情 再讲一讲 不是俄罗斯说 马里乌波 我们已经让他 一直苍蝇 也飞不进来 是不是 就这么牛逼 然后呢 人家乌克兰 开了两架直升机吧 进去了 还放了些物资 然后又飞出来了 贼逗 哎呀 苍蝇进不去 直升飞机可以进去 是吧 非常蠢 然后这几天的话 就是俄罗斯境内 倒是着火了 就是实际上 你根本搞不清楚 是不是俄罗斯打的 还是自己人说的 因为发生战争了 你要油嘛 你要汽油 这是柴油 那油钱肯定是 普京是给了 你说油钱到底 买没买油 这不好说 你得把账做平 因此呢 这个大家 经常是军用油库 油库又又又没了 那些油钱 有没有买油 也不知道 反正你一把火 这个账就做平了 大家知道 有些人都这样 你凉赞 你可能没存粮 给你了一千万 让你存粮 你可能就是 买了一万块钱 那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妈吃喝瓢堵了 最后怎么办 放把火 这个账就平了 所以这几天 大家看新闻的话 到处着火 到处着火 花工厂着火 油库着火 梁战着火 然后征兵战 征兵战应该是 故意动火 征兵战着火 传统手艺 是不是就这样 但最后呢 就是大家拭目以待 我觉得假以时日 俄罗斯肯定要被 这个普京给完美了 他现在脑子有病 肯定完美 我相信这一点 他能做到 好嘞 再见